在美国出具的任何文书文件,如需送往中国使用,通常需要美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证,以及中国驻美食领馆的认证。 所以在美国,领事认证也称三级认证是指中国驻美食领馆对美国国务院或有关州州务卿认证过的文书进行证明。 最新的中国领事认证应含有以下信息。 那么,怎样查询领事认证的真伪呢? 第一步,下载中国领事APP或在微信里搜索中国领事小程序。 打开APP或小程序后,点击领事认证查验,进入领事认证网上查验系统。 在驻外使领馆签署领事认证部分,点击立即查验。 接下来,输入认证号、贴纸号,选择签署时领馆,点击查询结果。 结果页面会详细显示认证号、办理人、外方认证机构、外方认证官员以及中国领事认证签署人的信息。 整个三级认证的流程需要环环相扣。 如果申请人在准备认证文书时稍有不慎,就容易做出不合格的文书,导致文件被拒收。 例如,文件格式不对、要素不全、公正词选用不当、擅自图改文件、文件内容混杂、忽略文件时效问题等,都有可能导致中国使领馆不予认证。 为有效规避错误并提高认证效率,我们建议您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